Hello,大家好,我是Brian 在这个Toro的环节里,我今天会聊的话题是石膏 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解什么是石膏 而第二个部分呢,就会分享来自不同产地的石膏和种类 石膏或Gypsum,它是一种矿物 主要的化学成分是硫酸钙,Calcium sulfide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硫酸盐类 主要是由古代的海洋或盐湖生发而形成的沉淀物 那石膏本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非常多的用处 比如说这个豆腐花,我相信大家都有吃过 它含有能使用的石膏粉 然后在建筑材料上,我们有石膏天花板,Blaster Sealing 或者在医学上,如果有一个人万一发生意外骨折的时候 医生都会用石膏来固定保持骨折 复位后正确的那个位置 那在这个农业上呢,石膏可以用作为一个肥料 它可以改良碱性的土壤 用于一般中性或酸性的土壤 它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 然后提供钙与硫的成分 石膏本身颜色多变 它可以从五色到白色 灰色、浅绿色、浅黄色、浅中色和浅红色 然后它可以是透明到不透明 而它的硬度呢,它只有二而已 那如果说讲起这个硬度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石膏或是这个水晶作为比较 水晶或石膏本身的硬度是七 这个石膏只有二而已 所以它非常脆弱 然后石膏本身种类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有沙漠玫瑰 Dazard Rose 羊角石膏卷曲石膏 或者我们称它为Rams Horned 然后我们有透石膏 这个Cyanide Hourglass Cyanide 这个沙漏透石膏等等之类 今天我们这里有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石膏 我们有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 而这小刻的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石膏 而石膏本身的那个 Formation 它的那个结构 就叫这个单鞋金式的结构 所以刚好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是长成这个样子 就有如这个单鞋金式的结构一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美国的纽约美国石膏 而这个石膏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清透 然后它也有长了一些白云石 在这边部分 白云石也称为Dolomite 然后在我这里我也有墨西哥耐卡的石膏 你可以看到两颗都长得非常清透 说起这个耐卡 墨西哥耐卡的石膏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最大名鼎鼎的那个石膏洞 是世界上最大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手上这个结构 就是它的一部分而已 它可以长得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除了除此之后 我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同样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长得比较小 所以两颗这个这个结构比较大 这个结构比较小 而这个结构比较小 我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它非常脆弱 它容易掉落 那除了以外 我也有这个石膏长在母源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穿插的成长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小的结构 它可以慢慢长成非常非常大的结构 而它可以穿插在那个石头 那个母源上 母源里面 这个是上面下面都有 好了 这一次我们只是分享到这里 就大概讲解一下石膏的化学成分等等之类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会讲解这个来自不同产地的石膏 所以就多多留意哦 好了 谢谢大家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部分留言